ok 接下来呢 就分析这个CMSP 怎样的 我已经把图捞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下 so你看到呢 CMSP呢 其实现在它的 就说它现在呢 对比之前的这个底部 跟这个底部是差不多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 U的导准过来的图形 ok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这个 下跌波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看出 啊 这边呢 头码 是不多的 这边是不多的 卖的时候 跟买入的人 是相差很大的 啊 相差很大的 呃 这边呢 很多人买入 很多人在抽 你看到他的这个交易量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 未卖给他啊 之前这边不卖 反而在这边卖 因为你要有人卖 你才买得到的吧 他们不在这边割漏 反而在这边 买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anyhow 然后他这边的筹码呢 楼顶部筹码呢 已经 消失的 差不多吧 而底部呢 就很多人在收票 很多人在收票了 很多人在马路了 啊 这个算是一个好的 好的迹象 啊 因为 是一个沙拉越的一个 周贤的 概念股啊 一个 可能有个team 沙拉越周贤快要来了 啊 可能就有人 在这里收票 啊 准备做些东西 我不知道 可能在收票 然后 然后 呃 然后 可能趁着周旋的时候 有些话题 就 就把他推上去 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想法 呀 但是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图 这个呢 这边呢 就是他的最底 最底的这个 啊 呃 最底价 他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 要揭露的话 我觉得 应该要等他有第二支架 他要揭露的时候 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啊 保险的一个 啊 满路的方法 呀 你现在从进去的话 有点担心啊 因为你看这边 这边也是很多人 从这边也是很多人 卖 然后呢 你看他又回来 看来又跌破了 啊 你本来以为他有第二支脚 他第二支脚 他跌破最底下 就跌回来了 ok 然后这边的时候呢 又有很多人去捞啊 很多人去捞是吧 好 谁去 随时他又跌破了 又跌破了条件 呀 又往下去了 啊 现在呢 也是 现在又是新迪 又是很多人去捞 很多人去捞 然后你看他 好像又 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形成 不知道会不会历史重演 又跌破这个啊 我不知道 啊 但是呢 要小心一点 呃 最安全方法呢 就是要确认 他不会跌破这个的时候 也就是形成 high road的时候 或者是第二支脚的时候 再接路的话 可能会安全很多 会非常安全的啊 非常安全的 这个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啊 啊 图马峰的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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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图马峰 快 一块 两毛半 两毛六 就做了是快三千 这个是他的主力 呀 主要他有本事 突破了这个主力 啊 他应该就是前途 五主 没有什么主力了 啊 看到吧 这边是这边是很少的主力的啊 恐佩这个 这边呢 就会形成他的强大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区 只要他突破这个 这个 一块两毛半 两毛六左右吧 啊 他就有机会继续的往上走 啊 呃 刚才我讲 第二只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呃 比较安全的 呃 马路信号 马路信号 还有个更安全的 就是说 你等到发生了第二只脚之后 啊 再突破这个 1.26 啊 这个 是一个更加更加安全的 啊 更加更加安全的 马路法 因为 这边就是他的这个前高 他就变成这个battern了 呃 呃 讲话 回来 回来 呃 呃 回来 这是追底 追回来 这个是第二只脚 然后这个 突破了 应该是指这个 啊 就变成 呃 这个high higher high higher high 就变成一个上升趋势 higher high higher low 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肯定是比 下降趋势安全很多 啊 所以你要更安全的话 突破这个 1.26 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更加安全的一个买法 啊 呃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啊 如果 有时间 有一些 呃 空闲的钱 不急用的钱 我觉得是 不错的 因为这个价钱也是 但是 我不认为 我也 觉得 应该 应该是 安全了吧 但是如果 你要安全的话 肯定还是要等这个 第二只脚的 啊 第二只脚就最安全 真的是有可能 你看 一直跌破啊 啊 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股市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等第二只脚 是比较安全 如果 第二只脚形成之后 再 突破前高 这个是更加安全的 一个马路法 OK 这个只是一种技术分析的 一种很简单的 啊 不需要去看什么 不要 不需要把它弄得很复杂 啊 呃 简单就好了 OK OK 同样的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分析 不够承认它的买卖建议 啊 呃 大家 我把它分析出来 大家一起学习 啊 如果你觉得 这个 我 不对的 你可以是可以在 comment那边 啊 把你的看法 呃写出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啊 呃 当然如果你对我这个视频有 喜欢的 呀 觉得不错 呃 你就帮我去like 帮我去share 这个会鼓励我 发出更多的视频 呀 OK 这个就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